大家好我是草蜜牛 今天要介绍的是有关AI合作的一个活动介绍 AI合作有很多的要素 有琳琅忙碌 那我们一个人给介绍吧 首先是活动不干点数的部分 这边可以看到最高等级到105级 所以难度相当高 新手阶段建议是在SP1到SP2之间 去练等级 那到SP3开始有纸彩 不过等级也相对很高 65级 所以建议这边你大概练到70、80 再来挑战会是比较好的 那这边到了SP4 会高到90 那这边90是建议你有100的船 再来周回 会是比较理想的 再来这边105 可能你需要到110级 会比较安全一点 这每天打一回啦 有600点 那这个不强求 那新手是建议你可以在前面123 一路往上练 最好是可以到SP4周回 是最棒的效率 那再来就是 每个海域里面有不同的 好掉落的宝 像SP1一开始就给你 克里夫然跟海马 这两个非常算是在游戏里面 很有用的一艘船 而且是美国炮巡 所以前期你可以练船 你可以打捞 这在一般地图 其实都在很后面才捞得出来 不过这边简单的地图 你就有机会可以捞到了 那SP2有独角兽跟小佳佳 这两个也是很好用的船 尤其是独角兽 补血 还有这个缩鱼 早期你可以捞好缩鱼 给航母装备 再来是SP3有布鲁克兽 尤其是菲尼克斯 他也是炮巡 所以在道中 拥有不错的生存能力 还有火力 还有这个战舰最强的410主炮 也是在SP3可以捞得到 而且开始有紫菜 当然最好的就是SP4 有两大 克蝶炮跟被野炮 这两大轻巡主炮 都是后期都还很常使用的 主炮之一 那这边也会掉落 刚刚的炮巡 还有一个航母 这个都是不错的 好用的角色 那S 这个布拉克 可能就比较没有什么好掉了 因为它取而代之 是有比较高的分数 那当然你周回的目的 能够捞点 练船 顺便打捞 这就是看你需求什么去捞什么 会是比较好的 再来其实蛮多人会问说 这个小游戏该怎么去玩呢 其实这个小游戏还蛮简单的 它要求是每个SP1 SP3 SP4 一路三星可立之后 会开启它的条件 那这个SP1三星开启之后呢 你可以按开始 它这个目的 游戏的方式 就是以 你翻转 的黑白色 为主 那 白色越多 黑色越少 那代表你获得分数越高 那这个是一个九宫格翻转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可以 它点一下 你可以看出 这个九宫格的范围在哪 以中心点为例 它会反转 黑色的部分 变成白色 白色的部分 会变成黑色 所以我们去找 九宫格里面 黑色最多的 去转它 就对了 那总共你可以转三次 好 假设这边是 九宫格里面 只有一个白的 会变成黑的 那其他这个 黑的 会转成白的 我们要的是 白最多 所以可以点这个 它就转成黑色 接下来我们去寻找 下一个 黑色最多的 九宫格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 这边九宫格里面 有一个 那如果我们选 这个九宫格的话 也是有一个 可以转成黑色 其他就转成白色 这边选哪一个 其实都 都可以 那我选这一个 就转了一次 所以 白色变成黑色 黑色变成白色 接下来再找下一个 看起来这个点还不错 黑色相对较多 那白色相对较少 只要我们白色大于黑色 我们的分数 比例就会比较高 所以转了三次之后 诶 我们获得了 白色比例 减掉黑色比例 有相对多数 我们就是过惯了 其实这个小游戏 还蛮简单的 多尝试多玩 大概就可以抓到 各种的要领 它失败也没有怎么样 失败就再重来一次 这可以重复去挑战的 好 再来是这个 相簿的收集 那这个相簿收集 有关这个军纪念碑的取得 那这边要怎么去收集呢 其实这边有个问号 点开一看 你可以看到 一般stage的攻略 就包含SP1到1到4的正常通关 然后还有每日任务的完成 还有那个我们刚玩的小游戏 1到4全部通关 那小游戏通关 基本上你就要伴随着每个stage 每个关卡的三星 所以通关之后三星开启小游戏 就可以拿到这个相簿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当你就是blackstage 可立了之后 你再回过头来 每一个关卡1、2、3到4 再回去地图 进去地图之后 会收集到一个拼图 那拼图里面也可以拿到这个照片 所以别忘了 当你clear这个blackstage之后 再回去SP1到SP4 再做挑战 收集这个拼图之后 就可以填满这个回忆录了 剩下的就是等每日的活动 每日的任务 还有累积PT到8500 应该基本上第七天 第八天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奖杯了 其实不难 重点是每个细节 每个环节 都要做到 好 好 那接下来点数的兑换 点数兑换 我其实我最觉得 第一个要换当然是 人物嘛 这个人物8000点 是最值得换的 那其他这个设备 该不该换呢 那我这边有个图例 设备 第一个 随机单置生成器 它其实是指限定 半耐装备 那它装备的效果就是 它可以随机改变它的 武器外观 就是发炮出来的东西 会不一样 那它抢满后 给的数值是 命中25 加回避 那所有的角色 战舰都可以装 再来它相对应的 我觉得 像是SG雷达 它是给了 35命中跟15回避 命中其实比这个 还要多 多死 而且会给你在一般地图 有埋伏率下降 还有回避率上升 其实这一来一往 强化所花的费用 其实是一样 那其实有更好的 选择 而且必带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 或许如果你只在吃劲的话 资源不够多的话 这一个 可能不是首选 那再来这个 晶片 晶片给的是 245的耐久 还有8航鼠 它也是 只限定半耐装备 只要是队伍中存在了伴爱 然后再给它装晶片 就可以改变前卫部队的自律轨迹 它就会是顺时针在那边绕 那演习没办法用 然后这个活动过后呢 也会失效 所以它就只剩下245的耐久跟8航鼠 然后是 金色的设备 那其实这边有个一样的东西 245的耐久跟8航鼠 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 因为活动过后就失效 就长远的方向看来 搞不好你强化这个纸皮 你还比较省资源 因为这个活动就失效了 未来可能就真的只是装饰用 再来这个头戴 给的是500耐久跟2幸运 幸运可能我觉得稍微少了一点 不过如果有5的话会更好 那这边装备之后它会变成伴爱阵营 就是其他阵营 比如说重阴白阴 它装备就会变成伴爱阵营 那伴爱阵营在众巡里面 众巡 伴爱的众巡角色 它有一个技能是 每增加一个伴爱阵营的成员 它的火力就会上升 那最多增加4个 所以也就是说 伴爱自己有4个角色 那你再外加一个 其他阵营装备这个头戴的话 会有5个角色 等于说重巡可以吃满所有的加成 就是最多4个加成 这在火力上面表现是非常的好 尤其是这一次的重巡伴爱 其实火力跟耐久度都是非常顶尖的 所以整体下来我觉得 这个算是可以去换 可以去强化的一个目标 那也有一样的东西 就是这个维修装置 那它也是500耐久 然后可以回复耐久值 那如果你是新手 我建议你还是先把 这个维修装置给弄好弄满为主 那这个就是 你有多的资源再来兑换 或是强化了 剩下的 其实 像这个AI培养机是夾具 这些都是夾具 一斤二指是夾具 然后 主要是我觉得 最值得换的就是 第一个当然首选是 角色 然后头戴嘛 还有这个 指向 指向科研 是最缺的 图纸都是最缺的 你做到后面 你会发现 这个图纸是非常的可怕 再来就是泛用 那油料也可以 换起来 让你多干一些点数 钱的话 缺钱就可以去换 所以整体下来 大概就是这些比较重要 剩下这些金箱啦 然后 一些 紫菜 就看你有多的话 再来换 因为金箱 其实你开起来 也不一定会给你金装 所以期望值相对是较低的 那这些紫像是一定会有的 一定是给你涂纸 所以不用怕说 CP值不够 所以大概兑换的优先顺序是这样 好 以上是有关于 伴奈活动的一个介绍 以及兑换的推荐 然后一些活动细节的玩法 那希望能够帮助你 第一次进来这个必然 游玩愉快 好 以上有问题的话 在留言给我知道 那我是草莓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